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我抱着一个四岁的孩子 闯入了他们的订婚典礼 满座正然之下 孩子扯着嗓子 对着正中间清俊的新郎喊了声 爸爸 一时间 众人艳羡的目光转为震惊 明星,灯光闪烁下 每个人脸上都有些微妙 陈彦慈穿着一身 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 衬得身姿挺拔 面目俊朗 却不见丝毫慌乱 我倒是莫名心里一紧 使劲挤了几眼睛 泪水就落了下来 陈,陈彦慈 喊他名字时 我结巴了一下 我不想再过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了 彤彤四岁了 他不能没有爸爸 蒲小姐 我转头 看向今晚的女主角蒲月 很抱歉 以这样的方式告知你我和燕慈的关系 我们很早就在一起了 她也说过 即使和你结婚也依旧会和我在一起 我不想骗你 听堂一片混乱 有保安过来将我和彤彤拉走 我挣扎着没动 蒲月一直埋在手心的脸颊抬了起来 眼睛发红 她指着在旁边一言不发的陈彦慈 语气犀利 这就是你们要我嫁的人 蒲家父母面色有些发黑 陈富幽深的眼眸 在我身上打亮了几眼 又看了看在我怀里哭得好不可怜的彤彤 她看向自己的儿子 燕慈给大家一个解释 陈燕慈面色淡淡 三两步就走到了我面前 眼眸低垂 孩子 我的 爸爸 彤彤哭丧着脸 又喊了一声 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在周围如珍视的目光下 心跳如骨 孩子昨天生病了 在医院哭着闹着喊了你一夜 月亮湾的别墅里 所有人都在看我们母女俩的笑话 听见月亮湾三个字 几人脸色隐隐一变 蒲月狠狠咬牙 难怪你一只千金 怎么也要把那套房买下来 原来是为了这个女人 她夺过逝者手上的订婚戒指 一把摔在地上 陈燕慈 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今天这羞辱 我和你之间再无什么婚约可言 她提起裙子 捂着脸跑去了楼上 陈母着急地喊了两声 气急败坏地走了过来 她自然是相信自己的儿子 这个小姐 坏人姻缘可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报警后 你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 识相的 就别在这里 奶奶 陈母冷厉的声音终究是终结在了 童童软眠的嗓音中 她愣了愣 似是有些不敢相信 又往童童脸上看了看 她抬头 有些怀疑地看了眼陈燕慈 后者嘴角一抽 你在想什么 她语气懒散 房顶成澈的光照在高挺的鼻梁上 眼神漠黑 像是在看一场有趣的闹剧 陈母咳了两声 正要喊人来把我拖下去 我倒松了口气 目的已经达到 接下来只要顺利离开就行 我哭哭啼啼 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 但我没想到 意外会在此时发生 童童是我的侄女 但她从小就是个小细睛 她擦了擦我的眼泪 抽着鼻子 妈妈 别哭了 你哭坏了肚子 两个小弟弟会没的 陈母的表情顺时就变了 她双唇微不可见地抖了抖 两个 我心里一咯噔 使劲无紧彤彤的嘴巴 别胡说 我只是答应了蒲月演艺出戏 帮她成功摆脱这个婚约而已 可不能真把自己搭在里面 是我错了 以我的身份怎么配得上你 我语气哽咽地说着烂书于心的台词 我这就离开 以后也不会再来打扰你 这时 厅内宾客已经被相关人员遣散 几个长辈站起身 将我们围成一团 陈彦慈忽然就笑了 笑得甚为好看 这一笑 却令我冷汗直冒 走什么 她低谋 不是要我给个名分吗 这话一出 厅堂内的几位长辈顿时愣住 蒲家父母脸都气红了 燕慈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亲家 你可别听这孩子胡说 沉母腻了她一眼 回房间好好待着去 她顿了下 又看向我 你也一起上去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两个保安架着上了楼 被迫与彤彤分开 接着我就被一把塞进偌大的房间内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以防隔墙有耳 我没给蒲月打电话 直接发了个微信 几分钟后 门锁响起 我心里微微一定 下一秒又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陈彦慈修长的身影 正牢牢站在门口 蒲月发了个消息过来 我把彤彤带走 你先撑着 我看着陈彦慈 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除了蒲月手机上的照片 这该算是我第一次见她 两个人的空间气氛 莫名有些诡异 毕竟 我刚刚才破坏了她的订婚典礼 蒲月曾经说过 她对这个订婚对象 没有一丝感情 这一切 不过都是她父母看中了陈家家事 一场卖女儿的悲剧而已 她说这话时 一把鼻涕一把泪 可怜极了 我深吸一口气 既然决定帮她 就绝不能把她卖了 这股气 在看见陈彦慈手里的刀石 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骨节分明的手指 在刀尖轻滑而过 我噎了一下 你 你别冲动 往前瞥一眼 房门已经被彻底关死 估计就算是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我 害怕 刚刚不是不能没有我吗 陈彦慈往前走了一步 吓得我立马退到了床边 我哆哆嗦嗦颤抖地举起手机 你再过来 我就报警了 她瞧了眼我的肚子 出气不意喊了声 媳妇 我短暂地愣了一下 手机就被她抢走了 刀尖来回晃动 我顿时欲哭无泪 都是蒲月让我来的 你要是气不过 我马上去把她叫回来 我在心里跟蒲月说了声对不起 我也是没办法 我说 你别动刀子啊 陈彦慈好笑地看我一眼 拿起桌上的鸡尾酒 用刀子撬开了瓶盖 接着 清尝了一口 这么大的架势 原来她只是想喝酒 趁她不注意 我悄悄往门口走去 却被她一把拽住 倒在床垫上 她浮在上方 唇角微勾 身上轻烈的气息 似有若无 手腕间的炙热 从下而上 一直蔓延到我的耳根 我挣扎了一下 这位兄弟 咱们有事好好说 不 不用动手吧 她冷笑 谁跟你是兄弟 双腿被她压住 我这下是彻底动弹不得 心跳快地 立马要从胸腔里冻出来 我侧过脸 避开她温热的鼻息 这样吧 我给你钱 你放我 其实我没钱 但我知道 提前是最容易 稳住对方的方式 她没听我讲话 倒是指尖碰了下我的鼻子 摸出一层厚厚的粉来 钱 她声音忽然变得低哑 凑到我耳边 脑到耳根有些痒 我倒觉得 你这个人不错 买一 送三 倒也不赔 我睁大眼睛看着她 忽然有一股 想捂住胸的冲动 这人是个变态吧 难怪朴月 怎么也不想跟她结婚 我忍不住想要对她吐唾沫 听见有人来敲门 我正要大吼 她却忽然低头接近我的唇 我正二十三年来 还没跟人吻过 我立马晋升 要往旁边躲 声一下意识传了两下 不要 门口的声音忽然就停了 陈燕慈也停了 停在我耳边 双唇根本没触到我半分 她挑眉 还真是 下不了口 不管刚才的心跳如何 反正现在我的脸是黑了 门口的声音顿了顿 又想了起来 燕慈 你出来一趟 妈有事要跟你说 陈燕慈走后 门口守着的人莫名松懈下来 我趁此机会溜之大吉 一路上心惊胆战 找到朴月的时候 她已改订婚典礼上的狼狈 在窗边悠哉悠哉的长甜点 我也走上前往嘴里塞了两口 赶紧收拾收拾 逃吧 她黑黑笑了两下 语气莫名 别担心 她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我狐疑地看了她一眼 不会怎样 刚刚要不是我机灵 恐怕就要 脸上忽然有些烫 我咳了两下 良心发现 我们这么做 她以后会不会娶不到老婆 我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以后不会被陈彦慈报复吧 朴月支支吾吾问 你真的不记得了 去年毕业晚会 我自然记忆深刻 当时我穿着剑抹胸肠裙 跳完舞后 从阶梯上下来 却不小心踩到一个男人的鞋 正要滑倒时 她抱住了我 手却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我踹了她一脚 骂了句臭流氓 我问朴月 你提这是做什么 我说 难道你认识那个混蛋 是谁 见一次 我打她一次 朴月拍腿笑的眼泪 都快出来 不不 我不认识 这几天过得异常平静 我依旧是那个 被女主管搓磨 苦逼不堪的小职员 周日晚上 我忽然梦见 被陈彦慈追着打了一顿 一叫起来 眼圈都黑了 主管冷得脸 把一堆文件报给我 整理一下 经理要看 我懵了 没记错的话 前两天才整理了一遍 主管用你在说什么废话的眼神盯着我 整理好 给新来的经理送过去 新来的经理 我的钱上司 这么快就没了 我在心里暗自高兴了三秒 钱上司那个油腻男 我早就看不惯他了 我笑了 下一秒我哭了 真是撞洗了 新来的经理竟然长了张和陈彦慈一模一样的脸 趁他们还没走进会议室 我喷一声钻进了桌下 我的视线范围内 惊现一双笔直的长腿 牢牢立在那儿 时不时还往我这方向挪动几步 可怜我一米六五的壮士 硬生生缩成了一颗土豆 上面那人讲着公事 突然顿了下 意味深长 公司里是不是养了小猫 我那向来高人一等的主管 声音莫名有些谄媚 陈总放心 爱望在隔壁房间 不会有事 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只是眼皮半颗 头一点一点 在碰到桌板时 又立马惊醒 会议终于结束 我从下面爬出来 还在奇怪 室内灯光是不是有些暗 结果一抬头 陈彦慈正站在旁边 一双如月生辉的眼眸 饶有趣味地盯着我 我顿时 喉咙哽咽了一下 早啊 陈总 我只能寄希望于 我的黑眼圈 他认不出来我吧 认不出来吧 陈彦慈协以捉言 往我身上打亮两眼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我装傻 不是的陈总 我长了张大众脸 你应该是认错了 我在心里跟我的脸 说了声对不起 为了我的饭碗 我终究是 没了与资本抗争的勇气 万幸的是 看陈彦慈这表情 他应该是没认出我来 不然 我一个捣乱他订婚 毁坏他名誉 又负罪潜逃的人 必然会付出惨烈的代价 正当我以归宿往外移动时 主管浑身带光地出现在门口 江佑 你怎么在这 出来 我有事找你 我刚要往外跑 手腕就被陈彦慈擒住 把门关上 他对着一脸猛逼的主管道 我和他得谈谈私事 主管瞪了我一眼 咬着牙离开 陈彦慈向前走了两步 将我逼到了角落 我一脸惊恐 他却漫不经心 闺女呢 闺女 我和他 哪里有什么闺女 我故作镇定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实际上 我十分心虚 眼神止不住乱瞟 衣服都快被自己抠烂了 哦 他又问 你那天跑那么快 孩子没事吧 我想 陈彦慈这个人 除了蒲月描述的种种恶行外 可能还得了什么妄想症 他有没有过孩子 他自己不知道吗 我一把将他推开 恼羞成木 宁死不屈 陈总 如果 如果你是 想要我做那种事 我是绝不会答应你的 陈彦慈顿了顿 似乎也没想到我这么真烈 我拉开门 跑了出去 主管见我完好无损地出来 眼神从本该如此变成了惊恐 我也没懂他为何惊恐 直到 我踩到了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哪个混蛋在公司养狗 我抱着被咬的右腿 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 一堆人面带关心地涌了过来 十分担忧的 看向我身后的那条狗 阿旺 没事吧 阿旺 原来这就是阿旺啊 我想到刚刚主管与陈彦慈的谈话 这条狗必然和陈彦慈脱不了关系 我真是有苦说不出 陈彦慈也走了出来 当着众人的面 弯腰将我抱起 他虽然长得轻瘦 力道却很稳 他皱眉 眼里有些我看不懂的情绪 没事吧 我咧嘴呲牙 疼得什么也顾不上 你试试被狗咬 看看能不能没事 我在他车上鬼哭狼好 他也没说什么 把手腕递到我面前 要是疼就咬着吧 他这是让我咬他的意思 我虽然身上疼 但脑子还没坏 陈彦慈这是骂我是狗 医生给我处理伤口的时候 我疼得嗷嗷叫 医生都有些不耐烦了 你是他男朋友吧 过来把他按住 陈彦慈也没说什么 我更加肯定那条狗绝对是他养的 于是我叫得更大声了 但是三十秒后 我叫不出来了 陈彦慈穿了件衬衫 领口解了三个扣子 轻身过来后露出一大片肌肤 他在我眼前晃啊晃 我看的眼睛都直了 可能我有些没出息 自幼被老江管的眼 我还没看过什么美男 我突然不出生了 一生惊奇 果然还是男朋友好使 在陈彦慈似笑非笑的眼神里 我飞快一开了视线 他却不依不饶 再解一颗 我也不知道 陈彦慈看着人母狗样的 怎么会有这种癖 我只能红着脸转移话题 这里面真热呀 谢谢你医生 不过这人不是我男朋友 他是我上司 上司 上司好啊 医生出门前 留下最后一句话 下次再来啊 腿上处理好后就不痛了 陈彦慈独自去外面接电话 足足谈了半个小时 我在房内躺着等他 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醒来时 脸上有股湿湿的 又带了点温热的黏腻感 我立马醒神 这 这是 这好像是一个令我 粗不及防的亲吻 轻轻的 温柔的触碰 从右脸颊 一点点向我嘴角蔓延 我心跳的都快蹦出来 眼睫毛来回颤动 终究是一把推开了它 陈彦慈 我们不能这样 手里的触感有些不对 我睁眼就见到了 阿旺这条恶犬 它睁着一双圆润的蓝眼睛 正无辜的盯着我 我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陈彦慈听见动静走了过来 似是明白了什么 你以为是我 它眼角的笑意都快一出来 我也没这么 急不择时吧 是的 急不择时的不是它 是它的狗 我愤闷地擦掉了脸上的口水 还不至于和一条狗计较 你带它来做什么 它正色道 给你道歉 你要带它道歉 陈彦慈一口否决了我的猜想 它做错了事 当然得付出点代价 它说这话时 一脸高深地看着我 我正和阿旺斗智斗勇 它好似喜欢挤了我身上的味道 咬着一脚不放 为了让这点愧疚 永远保持在陈彦慈心里 我大手一挥 颇为大度地原谅了它 陈彦慈却面色一沉 对着阿旺嘀吼了两声 后者朝着我呜咽两下 我还在想 陈彦慈是不是脖子以上有问题 不然还真能让一只狗跟我道歉 在我不以为意的眼神里 它拿出手机屏幕给我看 上面大大的三个字 对不起 软件名 狗语翻译 是我咕噜寡文了 陈彦慈喊人过来 把阿旺牵走 我因为被摇有了那么点底气 就劝他 强扭得瓜不甜 你就别再纠缠普悦了 我说 你难道不知道吗 他有喜欢的人了 要不是你从中做梗 他们早就二胎了 陈彦慈愣了一下 嘴角呼而让起淡淡地笑 他慢条思理地整理衣服 眼中光波流转 江小姐 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完 你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把媳妇赔给我 我噎住了 既然他都找到了我的藏身之处 我也不好再装傻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蒲月 他半天也没回我消息 可能是已经丢下我自己跑路了 没办法 我只好孤军奋战 陈彦慈已经二十九了 现在还没老婆 听起来确实有点惨 我从婚员介绍所拿到了个相亲名单 趁着五间休息地给他 他神色有些奇怪 随意翻看了两眼 你故意的 我 是啊 你别嫌弃 缘分这种东西 就是要多认识 几个人才能知道 见他不甚在意 我又多说了句 增加点真实性 我爸说 到时候把我的资料也放里面 他未来的女婿就靠这家介绍所了 陈彦慈往椅子上一靠 嘴角带着笑意 行 他目光严余 等你什么时候上榜了 记得通知我 嗨 我还早着呢 我在公司向来活得就像个小透明 不知最近怎么回事 总能发现暗中脱窥了眼神 周四我整理好文件 给陈彦慈送过去 主管就在一旁悠悠地盯着我 我往前走几步 顿了顿 又退回去 您去 我试探了下 主管正要接过 又放弃了 有些气恼地走开 我把资料放进去 回到自己工位上 板凳还没做热 陈总电话又打了过来 少了一份报告 他声音低沉而有磁性 格外好听 但在我耳朵里 像是魔鬼的催命符 我开始怀念我的前上司 他那从不挑剔员工的习惯 是多么令人敬仰 我叹了口气 忽然想到 难道 陈彦慈表面上没跟我计较 实际想通过 走路来累死我 我就带着这样的眼神 走进了办公室 他从电脑屏幕间抬头 眼眸微闪 倒杯水来 哦 我欲言又止 想到外边同事一样的眼神 我还是没忍住提了句 陈总 你总让我进来 别人会误会的 陈彦慈往椅子上一靠 眼角上挑 最近做什么违法的事了 嗯 还以为你跑进动物园 把豹子胆吃了呢 打工人就没有尊严了吗 我转身就要走 他忽然又叫住我 等等 他从桌下取出一个保温盒递给我 里面是诸如土豆牛肉之类的菜肴 吃了吧 瘦了 我以后都不知道去找谁讨债 讨什么债 他轻笑 唇角弯起淡淡弧度 欠我的 三的孩子 我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噎死 我决定忍忍 正要出去 却从门缝里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陈彦慈的母亲 坏了 这些天来 我已经不怎么怕陈彦慈了 但见到陈母 还是有些心惊胆战 我像支热锅蚂蚁一样 在他办公室乱窜 他就在那还凶看好戏 妈又不能拿你怎么样 你急什么 我都快哭了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儿 我爸赌博输了很多钱 就指望着我还债 我要真出了什么事 一家人都完了 我脸上汗都冒出来了 陈彦慈终于大发慈悲 把我塞进他旁边的柜子里 他突然伸手 猝不及防地刮了刮我的鼻子 鼓有金屋藏娇 到我这怎么变成了柜子 我抱着保温盒 还有些懵 里面看不见人 但能清楚地听见声音 彦慈 陈母开了口 怎么也不跟你爸解释清楚 他说你还真打算在这小坟公司待一辈子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不管你有什么没处理好的事情 一个月后立马回来 柜子有些闷 等人走后 我迫不及待想要出去 却没想到陈彦慈恰好蹲下来 我脚上一打滑 唇脚从他耳边擦过 温热的 转瞬即逝的触感 对 对不起 他正愣中 我恨不得插上翅膀 送自己离开 原来 陈彦慈因为我而被降职了 我向来没心没肺 不知怎么的 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周末和朴月一起吃饭 他看懂了我的心不在焉 忽然就来了句 你去看看他手机里的照片 就什么都懂了 我听得云里雾里 中秋前夕 趁着公司没人 我偷溜进陈彦慈的办公室 想把道歉信塞进去 房内很暗 陈彦慈没走 正躺在沙发椅上 闭目养神 他呼吸平稳 好似睡着了 连我进门的声音都没听见 我捏手捏脚走过去 刚把东西放桌上 眼眸一闪 撇到了旁边的手机 顿了两秒 没来得及动作 才发现陈彦慈已经醒了 很朦胧地看着我 我心里一跳 也不知怎么想的 竟然伸出手盖住他的眼睛 做梦呢 快睡吧 手心微微发痒 我烫手似的收了回来 当机立断要往外面跑 在黑暗中 不知撞到什么东西 竟然朝着他怀里倒去 他忙不迭接住我 声音沙哑 做贼呢 我可不就是在做贼 他实在靠得太近 我呼吸都有些困难 我很艰难的出生 不好意思 那天捣乱了你的订婚 我不知道后果会这么严重 我以为 像陈彦慈这种出身 顶多就是换个结婚对象而已 没想到 他婚没结成 貌似还和父母吵了一架 也不是件坏事 什么 他勾唇 忽然说了句 没头没脑的话 你很香 一股羞耻感 墨地直冲我的大脑 我突然想起 他从前说过的两句话 下不了口 饥不择食 这两句话 来回在我脑海里晃悠 直到唇间触碰到一抹冰凉 软软的 像是电流透过全身 和阿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别动 他喘了一下 我 我不行了 我感觉我快晕了 他松开我 低声笑了一下 行了 我接受你的道歉 哦 好的 我结巴了一下 谢谢 我四肢僵硬地走了出去 我也不知道 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只知道 主管返回公司取东西 见到我从陈彦慈办公室出来 跟见了鬼一样 你别误会 我下意识解释 我们就是亲了一下 其他什么也没做 主管不开心 他脸上发绿 江佑 你这个不省油的狐狸精 我没管他 要喷火的神情 还沉浸在刚刚的纹理出不来 自此事件之后 公司内部人员看我的眼神 都有些怪异 他们知道 陈彦慈的订婚出了问题 却不明白其中细节 传来传去 这事就变成了 陈经理被甩了 这事都是江佑倒的鬼 我竟无法反驳 我那文学系的教授老爸 也知道了这件事 他向来提倡陶先生的 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他从国外飞了回来 立马给我转了五万块 这不是钱的事 我正苦恼着呢 如果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那我们家的钱也不太够 老江来回夺步 恨铁不成钢 那你也不能 有辱门风 我说什么来着 你这孩子打小眼神就不太行 我不乐意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他看上我 老江瞪大眼睛 转身抱着我妈的一向 开始哭 老伴啊 我对不起你 你去得早 留我一个人 也没把佑佑照顾好 你等我 我 我也下去陪你 我有点愧疚了 爸 其实事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老江不听 你是要我这个吧 还是要那个四十好几的油腻男 我惊了 陈彦慈都被传成四十好几的油腻男了吗 我准备为他解释一番 但老江已经回屋 开始收拾行李 最后 他给我下通牒 我在国外认识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叫安德鲁 恰好他最近也在国内 我安排时间 你们交交朋友 我避开陈彦慈 和主管请了明天的假 这几天 我都不太敢见到他 主要是因为 一见到他 话说不利了 心跳也有些乱 他却出现在我家小区门口 将我拉进车里 躲我 他问 眉间隐隐还有些疲惫 狭小的车间内 他长臂一身 将我困在后座 鼻尖 全是他轻烈的气息 我有些心烦意乱 我对他的感情有些复杂 既愧疚又有些见色起义 你别多想 我没放在心上 我睁个眼扯谎 陈彦慈脸色有些难看 要是我放心上了呢 他眸色沉沉 先有的认真 我咬了咬唇 我再想想 恰好这时老江打来电话 我松了口气 借此离开 隔天早上 他亲自熬了粥 让我带给安德鲁 我下了楼 打开盒子自己吃了 安德鲁不愧是被老江 独辣的眼光选中的男人 所到之处 尖叫声一片 他捧着树玫瑰花 穿着花衬衫大裤衩 朝着周围小姑娘抛媚眼 见到我后 眼里闪着不同寻常的光 酱油 你是酱油 我深吸了口气 嗯 是的 安德鲁开始夸我 哦 正是特别的名字 我 谢谢 你也很不一般呢 我打开手机 假笑地和他合影 给老江发了过去 安德鲁就一直打亮我的脸 片刻后 语出惊人 什么时候结婚 我们 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 没失忆的话 我和他这是第一次见面吧 他这么着急 是看上我的人 还是我们家的财产 我不淡定了 我想要逃 安德鲁看了眼我的神情 忽然笑了 说了句纯正口音的中国话 不逗你了 为了赔罪 给你买身衣服吧 我这才意识到 他前面装成的250 就是为了带我去买衣服 第六感告诉我 这人有阴谋 我推脱不掉 准备试了衣服 就走 店员有些奇怪 说没衣服的马 要我先进试衣间 再把衣服递给我 我也没多想 但一分钟后 店员却给我递了件婚纱进来 刚脱了鞋的网 和一个刚认识的陌生男人 是婚纱 怎么说怎么尴尬 我解开锁 正要拉门出去 却听见外面有些吵 是安德鲁有些骚包的声音 Chan 你来了 我的内子在世婚纱 欢迎你 安德鲁惨叫了一声 我明白 他肯定被谁给打了 门开了一条缝 我手上一顿 决定不出去了 但某个人却趁此机会挤了进来 砰一声 房门又合上了 我看着出现在这里的陈彦慈 愣愣的没回过神 你怎么在这 陈彦慈额间碎发有些凌乱 他眼一瞥 见到旁边放着的婚纱 脸色更丑了 他语气冷冷的 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你却在这里陪别的野男人 他不是野男人 我解释了一下 是我爸的朋友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我有些懵 门外的安德鲁又恢复了元气 你们在做什么 快出来 他把门拍得砰砰响 生怕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要叫人来撬门了 你们快出来 我有些感动 刚刚他被打了我都没出去帮他 现在他却这么关心我出事 我要去开门 陈彦慈却一把抱起我 放在旁边的凳子上 他冰凉的手指划过我的脸颊 脸压得很低 凑到我耳边 喜欢我亲你吗 我浑身颤了一下 你不是说对我下不了口吗 陈彦慈释然 滴滴笑了一声 那我错了 他叹了口气 语气郑重 那天的吻 不会是别人 只会是你 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胸膛 那里心跳如骨 也同我一样 安德鲁还在门外惨叫 陈彦慈好似全然没听见他的声音 他吼姐滚动两下 又又 他莫名的温柔 令我有些出神 算了 他笑了下 不问你了 他含笑稳住了我的唇 我本来还想问问安德鲁的事情 也给亲望了 最后 陈彦慈在我耳边低语 离安德鲁远点 我很意外 陈彦慈与安德鲁竟然是同学 而安德鲁的前女友 就是因为看上了陈彦慈 而和安德鲁分的手 为此 他一直想找机会报复回来 晚上我回到家 老江还在客厅等我 我捂着脸要往房间走 被他叫住 你这孩子 躲什么 我双唇还有些肿 支支吾吾 今天吃东西有点过敏 老江神经大调 没发现异样 安德鲁这小伙怎么样 我犹豫了一下 爸 安德鲁多少岁了 今年得三十了吧 那你想过 他三十都没女朋友 为什么就看上我了吗 我暗示了一下 希望老江能明白 安德鲁的别有用心 老江开始数了我 你怎么还对年龄有偏见呢 三十岁没结婚 没女朋友的大把大把多的事 像安德鲁这么优秀地打着灯笼都难找 我裂开了 安德鲁给老江灌迷魂汤了吧 我 他心思根本不单纯 接近我就是 就是为了报复 老江呵呵笑了两下 闺女 说谎可不行 你们俩哪来得愁 他拿出手机 刚刚安德鲁还给我打电话 说跟你聊得不错 对你满意呢 别害羞 距离不是问题 爸找找关系 让安德鲁去你们公司工作一段时间 我也不知道 老江为何对安德鲁这么执着 甚至连他嫡亲的女儿都不相信了 要真让他到了公司 我 作为当着安德鲁的面和陈彦慈极其亲密的人 肯定就完了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给陈彦慈打了个语音电话 我说 你记得丁锦公司新招人员 千万别放安德鲁进来 吩咐完这件事 我满意地睡着了 隔天到了公司 我战战兢兢走了进去 没在部门看见安德鲁 一切平静如常 我松了口气 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嗨 我懵了 安德鲁这人竟如此疯狂 他成了我们公司的保洁叔叔 他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 一笑就露出一口大白牙 又见面了 姜佑 主管从我身边走过 你这么惊恐做什么 对安德鲁友好一点 安德鲁拿出一大束玫瑰花 给每个路过的女性送了朵 笑着和大家合照 轮到我的时候 他选了一朵带刺的玫瑰 我转身 跑进了陈彦慈的办公室 平时我都不敢去找他 但今天实在太特殊 陈彦慈正在和其他人谈论工作 面色正经 怎么了 他声音有一刹那的温柔 没 没事 注意到周围人都在看我 我有些赫然 你们先忙 我又退了出去 安德鲁还真是一个 欺而不舍的人 我知道老江为什么欣赏他了 他一个一米八的硬汉 为了陈彦慈 硬生生到这里 来做清洁工作 他对我表面上 磕磕气气 实际上不知道 在想什么歪主意 他甚至不知道 从哪里买的小娃娃 一边偷懒看环珠格格 一边在那扎针 莫名甚得慌 中午休息时间 我趴在桌子上 脖子有些酸痛 陈彦慈发消息 让我去他办公室 沙发上休息 我想到人多嘴杂 就拒绝了 过了会儿 他又发了消息过来 要我过去抱你 那当然更不行 其实我神经紧绷 不太睡得着 我躺在沙发上 陈彦慈给我拿了条宝毯 又回去处理工作 他坐在电脑前 神色专注 带着一股莫名的魅力 我从办公室出去 安德鲁的眼神 就跟在看一个复兴汉一样 他就像一条尾巴一样 跟在我后面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对我有什么想法 就连我上厕所 他也要跟着 他实在是太烦人了 我把这件事和主管说了 他送给我一个似曾相识的眼神 江佑 你这个不省油的狐狸精 我鬼鬼祟祟 滴恩次踏进陈彦慈的办公室 我说 要不 你把安德鲁开了吧 陈彦慈心情很好的样子 又又 自从他来了后 你进我办公室的次数都多了 他想我打扰到他了 我斩钉截铁 你把他开了 我以后上班时间 绝不骚扰你 陈彦慈嘴角抽了一下 语气不留情面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狐疑地看着他 都有些着急了 难不成 你还真打算由着他胡来 没到时间 开了他会赔为约金 为约金多少 我咬牙 捏紧了自己的钱包 十万 哦 那我再多忍他几天 安德鲁真是我爸找来的大冤种 陈彦慈揽住我的腰 被逗笑了 我没想到 会在陈彦慈手机里 看到那样一条短信 十月中旬 公司一年一度的团建日 我去帮陈彦慈 拿落在休息室的手机 手机铃声响起 是陈母打来的电话 没人接 她又重新发了条短信过来 过了好一会儿 安德鲁跑来邀请我去跳舞 她说 是时候给你展现我的魅力了 她穿着一身燕尾服 不说话的时候 确实有几分贵公子的意味 我们一起出去时 外边响起了几声尖叫 陈彦慈坐在角落里 忽明忽暗的灯光照在微皱的冷眉之上 我甚至能看清她眼底的寒意 我一不留神 就往安德鲁脚上踩了几下 她惨叫了两声 就再也不敢搂我的腰 清冷而低沉的嗓音 从我耳边传来 我陪你跳 是陈彦慈走了过来 她伸手 却被我推开 不用了 我有些累了 周围有些吵 她把我拉到稍息安静的角落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她低声问我 我静静看了她两眼 翻出刚刚那条短信 母亲 儿子 妈明白 你留在那儿是为了报复那姑娘 别玩太过火 我心里有些凉 声音止不住颤了两下 你准备怎么报复我呀 当着别人的面 抛弃我一次吗 仔细想来 自第二次见面 她对我的态度就有些奇怪 那她这几天表现出的对我的关心 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戏 陈彦慈松开我的手 眼神也冷了下去 你信 我不知道 我摇摇头 所以我希望你告诉我 她一言不发 转身走了 就好像 这些日子的温情 都是金花水月一样 我捏紧了手 心里一咎一咎开始疼 隔天到了公司 陈彦慈又把阿旺牵了过来 安德鲁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听别人说 安德鲁怕狗 只要方圆级里有狗 就不会有她的影子 不过 我也没精力再管她的事 我进办公室 把辞职信递给陈彦慈 她揉了两下眉心 眼里有些疲惫 又又 你再跟我赌气 我随口胡茶 不是 安德鲁走了 我要复唱复随而已 她气笑了 把我的辞职信扔在了垃圾桶 我转身要走 她忽然就叹了口气 带着思思无奈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去年6月29号 那个夜晚 你在台上跳过一支舞 走下台的时候崴了脚 她起身关了灯 俊美流畅的轮廓 和那天晚上的男人 逐渐重合在一起 你 我惊呆了 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没想到 原来在很早以前就见过她 嗯 我扶住你 你还踹了我一脚 她开始翻旧账 我有些心虚 还不是因为你占我便宜 她的手有些梁 拉住我的手腕 靠在胸前的位置 一声声 砰砰作响 那天晚上的心跳 也是这样 我曾用几分钟的时间 拍下你跳舞的样子 但这一年来 我都没能忘记那个身影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就答应了父母 和别人订婚 但我没想到 订婚礼上的那个意外 竟然是你 她眼波流转 绵长而情深 晚上和陈彦慈吃完饭 我还没从这件事里缓过神来 她牵着我的手 缓缓在江边散步 所以 蒲月也知道 我突然记起 蒲月曾经提醒我 看陈彦慈手机里的照片 后边响起熟悉的嗓音 打断我的沉思 姜佑 老姜不知怎么赶了过来 声音有些沉 在发怒边缘 我原本以为 她知道这件事后 我少不了一顿骂 但陈彦慈转身后 老姜瞬间变脸 那速度都能打破 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她不可置信 你是佑佑的上司 一向淡定的陈彦慈 也有些慌乱 不好意思伯父 初次见面 没来得及准备什么 老姜就笑呵呵的 小声嘀咕 难怪难怪 确实比安德鲁要好看些 吃饭没呀 老姜推着陈彦慈往家里走 走到一半 意识到我还在后面 她转头 很随意说了句 又又 去买瓶醋回来 夕阳下 她俩的身影 被拉得很长很长 我就想 这样的时光 或许可以再久一点 前方隐约传来 她俩聊天的声音 我是佑佑的父亲 她跟你提过我吗 也不知道 陈彦慈是有意还是故意的 她上次说 父亲因为赌博欠了很多钱 隔得老远 能听见老姜牙咬得快破碎的声音 我提起裙子跑了